政治焦点 我们一起来关心 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 立法院国会职权修法 昨天在场外 民众是包围了立法院 主办单位号称 有超过十万人在现场 把周围是挤得水泄不通 而且从空拍的画面看起来 仿佛就好像十年前 三一八学运在凯道的 太阳花十字在线 不过过去太阳花学运 群众是先冲进了立院 才有游行 这回是在外头集结 结束之后就地解散 那要不要冲进立院里呢 有作家就分析了 其实蓝绿白的三方 他们各自想法大不同 也都各有盘算 民进党的立委 许志杰他就表示 担心会有反效果出现 而蓝尾这边则是澄清 没有盘算 即使夜深了 立法院周边依然灯火通明 抗议国会职权修法 许多民众二十四号 再度走上街头 主办单位宣称 超过十万人到场 大批群众包围立法院 从高空俯瞰图显示 人潮塞满立院周边 复科三一八太阳花学运场景 对比当年情景 太阳花学运反复冒民众 将凯道挤得水泄不通 再回集会人潮 同样挤满青岛东路 激南路和中山南路 甚至蔓延到中校东路和公园路 十年前的太阳花十字 再度重现 场外群众群情激愤 但立法院院会结束后 就地解散 并未有进一步行动 因为被解读 一旦现场民众冲立院 引发社会反弹情绪 绿营反而弄巧成拙 失选票 更糟的是攻占后续 还是要由执政党收拾善后 说完群众的功用 就是以社运累积选举资本 让下次选举翻盘 蓝白阵营也被认为 是算计选票 更是期待群众 攻占立院 才能堆高同情票 其实没有什么盘算 我们就是专心的修法 那当然外面的民众 对我们有些误会 我们就积极澄清 民进党要把民众 做什么政治操作 那就不是我们可以管的 一来后续还有复议 和视线等方式 二来立法院刚开议 过多冲突 可能带来反效果 大批群众声援绿营立委 总统赖清德 二十五号凌晨十二点多 在脸书表示 他有感谢站出来的 每一位朋友 以及民进党立委 和党团同仁的辛劳 共同捍卫台湾的民主价值 接下来在每一场挑战中 继续为民主发声 努力不懈 一起守护台湾 爱卿得为立愿外群众按赞 也让朝野之间的对立气氛 一时半刻之间 恐怕难以消散 我是郑雅芳 台北报道 哈喽 我是郑雅芳 想要场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 YouTube频道